中国最原始雏形的道教是以理论知识宣传思想的宗教 并没有演化出现在的各种符咒法门和正法 中国神话的起源来自于昆仑山 而在那个神话时代唯一具备运用超自然能力的就是枪足武术 即现代道教是以易经和道德经作为理论基础 以枪足武术互相融合形成 这就是道教最真实的来源 枪足武术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是气血可以让受伤的人尽快康复 主要用于治疗疾病 第二是灵慧 在上古时期至高无上的枪足大祭司可以呼风唤雨 第三个是御司可以判断未来的走向 主要是天气收成等等 最后一个便是射魂 有让人起死回生还魂之术 但每一次行射魂术都需要大祭司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但所谓的长生不死只不过是活的娇长罢了 扎文斌发现这种远古的巫术就是现在道术的雏形 只是道教拥有更为完整的理论思想和学术体系 包括道士们画的那些不能理解的符咒 现在证明就来自这种古老的枪足文化 直到很多年后 有一位天重奇才运用五行八卦之术 结合更为高级的无门法术 从而创下了这本 放在他们眼前的如意册 一行72个字 里面包罗万象 单单是翻译出来的文字 就恐怕需要扎文斌用一生去解读 第二日扎文斌一行人朝着那座世人心中的圣扇 被誉为华夏之源的真正的昆仑 祖风进发 那里传说是西王母的道场 拥有无数仙家 飞升的历史和满地的灵药 以及千百年来争相传送的摇池仙境 众人沿着一条河流行至山脚下 前方有两根拔地而起的大石柱 处立在两旁 穿过这两个奇怪的柱子 越过一层层云雾 走了接近一半的路 从半山腰往下看 只见云海四下分腾 真优如之身于天宫之上一般 微微昆仑三千丈 要想一窥昆仑祖风的真身 恐怕还得先过了这山顶 等到众人攀上风顶 他们几乎是用不可思议的声音喊道 天哪这是一座怎样雄伟的神山 想不到山的另外一面 居然别有洞天 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 把一座高出一级的山峰紧紧的包裹在中间 群山趁莲花的花瓣一般 向四周延展开来 半山腰都漂浮在那层翻腾的云海和挨挨的白雪 而中间那座祖风则是一片绿意昂然的景象 朵朵白云轻轻飘荡在他的四周 山顶之上不时有艳鹤之类的鸟儿盘旋 这真不愧是人间仙境 真不愧是神话的起源 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一口八字锦出现在地面上 旁边还栓着一根青铜大锁链 锦链呼呼的冒着白色的热气 众人出于好奇这锁链的纳桃到底有什么 说干就干 几人抓起大锁链 合力往上拉 拉了两百多米 忽然一股巨大的水花 瞬间就冲向了天空 带着滚烫的井水 如天花扇女一般 劈头盖链的砸下了 大家都丢掉了手中的链子 纷纷往后侧 与此同时从井下传来一阵龙银之声 惊天动地 连大地都开始了微微颤抖 扎文斌的脸色 无比临重 这时龙的叫声 真没想到龙脉之主 昆仑山下 真的有龙 就在刚才不知何时 月亮已经爬上了天空 一条由黑色龙形云朵 不停地绕着月亮在转圈 手尾相接 有四肢还在不停地变换着脚步 龙头上的胡须都清晰可见 随着这链子完全弱回井中 那条戴着翅膀的龙也终于消失不见 扎文斌脸色临重地说道 不能再动了龙脉之主的任何东西 都不是我们能动得起的普通的风水 关乎个人这里的风水 关乎整个天下 这时候老刀突然蹲在井边往里面看 突然把头朝下 一头扎进了井里 老刀就这么去了 死得不明不白 这只由组织提供的援军 就此已经全军覆没了 左雄扬天叹了口气 看着昆仑祖风正上头的那轮明月 这时他猛地发现了一个 极为惊人的事实 这个月亮一直停在祖风的正上头 也就是说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内 月亮并没有移动 可就在这器官发生的同时 大块头却像是纵袭了一般 偷走了那枚月亮轮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约一个小时后 月亮逐渐开始暗淡下来 而就在月亮轮廓的背后 太阳欢欢地出现 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月亮悬挂的位置 昆仑祖风的决定 众所周知 月亮绕着地球转 地球绕着太阳转 地球同时还在公转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所以每天才会有日升日落 有四季分明 有白天黑夜 月亮才会有阴晴圆缺 这是自然界 不可逆的规律 如今这一切都被颠覆了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就连航拍都拍不出照片 在地图上是不存在的 那是因为昆仑之巅 与世隔绝 这里没有四界 没有三界 就连时间都是停滞的 众人向着昆仑祖风进发 一条长长的台阶 一直通向山顶 可就在这时 扎文斌和卓雄都被魂附体 附在扎文斌身上的 有三个魂魄 一个困在祈风山下三千年 一个不死不活的 在风渊之地 埋了三千年 一个在望川河上 渡了三千年 而附在卓雄身上的 就是三千年前的 那位天道奇才 如今他要重开三界大门 扎文斌为阻止卓雄 都飞速冲向了山顶 原来这昆仑绝顶 并不是一座山峰 而是一潭水 一个由火山口 形成的火山湖 这儿就是世人传说的 摇池先进了湖面的正中央 立着一个巨大的女子石像 石像的前方 孤零零的长着一棵桃树 左雄要做的 就是将手中的日月双轮 放进这位女神雕像的手中 一切便会回到原点 可扎文斌 绝不会让他继续 他以见为比 凌空化缘 左手引爵 脚踏七星 预示着一场大战 即将开始 数万年前 昆仑绝顶 通向这里的是一道大门 被世人称作 地狱之门 可昆仑绝顶 四季如春 仙草神兽 随处可见 怎的会有这么一个称呼呢 这一切还要从神话时代开始说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